看看这个雷的位置 小心这个反弹雷 不太好判断 第一时间没有拿下来的王小威 差一点点把外哥炸了下来 还好没掉 有一点危险 但一旦安全地来到了这样一个防抵斋 除非再利用手雷创造一个延迟进攻 类比于龙仔的一川死 除此之外真的是很困难了 是的 现在在楼下完全不需要进楼 直接扔手雷就行了 但侧面默默看到了676 先达到676 配合西岩 两个角度的枪线 最后再包紧吗 不过RGG自己上去怎么这么早 王小威也倒地 君莫看看有没有时间打起一个包 有时间 因为对方两个人也是残血 大家都选择打药 这个时候对方的集结速度更快 君莫刚打起药来 但对方没找到人 默默他也是一个人上的 还好先来得比较快 再打一个君莫 180度拉枪之后 一打一 哪一个侧面 队友能爆点 打残了 一撕了再打一枪枪跳下去 君莫这个时候没有放过机会 四连枪王 君莫在这样一个绝境之下 完成了翻盘 但是深圳SD也闻讯赶来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为君莫喝彩 因为下一波的威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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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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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